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ETB家族又多了一个新成员 近日,IQ宣布推出旗下首款ETB机器 其实就是给前段时间发布的 IQ尼尔8 Pro新增16G加ETB的版本 定价是3699元 现在已经开始预售 话不多说,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IQ尼尔8 Pro 从近期来看 这可能是最猛的ETB终端机了 在终端定位里面 搭载一颗旗舰级性能的天机9200PASS新品 这艘操作确实是有点降维打击 而且在上个月的跑分榜里 这机子可是排第一的 当然在其他方面的配置 IQ尼尔8 Pro也不弱 正面一块6.78英寸1.5K护眼直屏 支持2160Hz高频TWM调光 144Hz刷新力 452ppi 另外还有5000mAh加120瓦电池 IMX866主射 V1 Plus独立芯片等 整体来看 说IQ尼尔8 Pro是目前性能最强ETB终端机 不过分 当然了 今年性价比出色的ETB终端机还有很多了 Redmi K60 可能是发布比较早 K60今年的门好像焊得没有很完美 因为对手实在太多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Redmi K60不够优秀 旗舰级2K柔性直屏 30瓦无线充电 同级竞品几乎都给不到这两个规格 另外 骁龙8 Plus处理器 5500mAh加67瓦电池等配置 也让Redmi K60用起来挺省心的 现在这机子的16G加ETB版官方店铺 卖2899元 对了 再等Redmi K60掏出ETB版本的小伙伴 可以暂时打消念头 卢总说目前没有计划 看来是不打算搞了 Redmi Note 12 Turbo 虽然K系列的门焊得一般 但Note系列焊得很死 3月发布的Note 12 Turbo 最大亮点在芯片 首发骁龙7PAS进2 可以看作是骁龙8PAS的简配版 这也算是近两年最猛的骁龙终端芯片了 正面搭载一块6.67英寸来的屏幕 支持120Hz刷新率 P3色域 1000NIT亮度 12bit色彩显示等规格 虽然比不上K60的两开屏 但也不弱 关键是正面无屏幕支架 颜值在线 而且画重点外星科技3.5mm耳机口 电池部分是5000mAh 支持67W快充 目前这机型16G加ETB的官方店铺价格 是2399元 震我GT内质奥五色 同样搭载骁龙7PASGR的 还有震我这款 正面一块1.5K 144Hz直屏 配备5500mAh 加100W电池 另外还有Super 5KS电源管理芯片加持 就硬件规格来讲 确实比红米的Note12 Turbo优胜那么一丢丢 不过嘛 震我GT内有无色正面使用了屏幕支架 颜值分就要扣一点咯 价格也和红米的差不多 16GB加ETB 是2299元到手 题外话 目前也是看不到其他骁龙7PASGR新机的爆料 可能是成本比较高 其他厂商都不太愿意用了 喜欢这颗神优的话 短期内就剩这两款机型能学 震我GT内有无色的老大哥款 搭载骁龙8PAS处理器 1.5K直屏 IMX890主摄 这机子主打快充和电池 电池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4600mAh加240W 16GB加ETB版卖2999元 另一个是5000mAh加150W 顶配卖3099元 真我11POPUS 终端机里面主打影像的机型很少 真我11POPUS算是一个 达载一颗三星HP3主摄 两亿像素 1.4分之一英寸 且支持OIS 很多人现在觉得高像素主摄没用 但其实现在的手机上一击像素 要的不是图数字好看 而是图它多倍裁切能力强 就算放大了拍 也不怕糊 更何况RAMI还用上了无损单颈变胶 比粗暴裁切来得更清晰点 不仅能实现二倍无损 甚至首次支持四倍无损单颈变胶 背面采用高端立致素皮 正面是一块2160HPWM调光护眼屏 手感就很赞有没有 电池是5000mAh加100W 实测25分钟充满 不过影像和颜值堆完掉 留给性能的成本就不多了 处理器是天机7050 约等于天机1080 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小伙伴来说 也算够用 顶配的12GB加1TB 现在卖2799元 感觉还没刚发布时划算 今年率先取消屏幕塑料支架的 一加S2V 正面观感就两个字优秀 配备一块1.5K屏幕 边框最窄的地方只有1.46毫米 作为主打性能的机型 搭载天机900处理器 电池是5000mAh加长寿版80W 还是挺均衡的 2799元顶配的到手价 整体来说也蛮香 当然上面的价格只是个参考 说不定明天哪家品牌大手一挥 又给降个几百度有可能 还有其他像小米13Otro那样的旗舰机 也有给到1TB配置 我们这里就不足个数了 不得不说 今年新机的顶配规格价格 总算是给打下来了 背后原因吗 懂得都懂 只能说 国产闪村牛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觉得哪款更适合入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